开心跳舞 美国前总统川普这么开心 是因为最高法院终结 宪法保障妇女堕胎权 让自称是美国史上 最反对堕胎的川普 大战是上帝做了这个决定 川普虽然卸任 但大法官也才9名 而他在日内所提名的 三位大法官 都支持堕胎禁令 美国堕胎权被推翻 凸显川普改变美国司法面貌 美国法学家担忧 接下来包括 全美合法的同性婚姻等 凸显自由平等精神的法案 恐怕都会翻案 川普和其支持者的欢欣鼓舞 与聚集在华府最高法院之前 大声怒吼 痛批堕胎禁令的愤慨 形成强烈对比 许多名人也出声谴责 当红歌手怪奇比利 在英国格拉斯顿博里音乐节演出时 表示今天对美国妇女来说 真是非常黑暗的一天 他表示要把歌曲 献给受堕胎禁令影响的所有人 这首歌描述的正是前男友 对他在精神上的控制和虐待 网谈18岁天才少女高福直言失望 两位美国前第一夫人 也发文踏罚 希拉蕊认为这是妇女权力 和人权的倒退 蜜雪儿欧巴马则表示 对判决感到心碎 今期闻张力带优刃报道